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黄皮子报恩 今天是端午节 祝大家端午安康 都给家人带个好 说老张家呀 住在河西村 世卑务农 把老张这人呢 为人忠厚老师 二十大多吧 他娶上了一房媳妇 这东北农村呢 家家院门口啊 都会堆放着这个柴户堕 老张家也不例外 老张家那个鸡啊 经常就躲到那个柴户堕里边 去下蛋 或者在那睡觉 一转眼 这老张结婚呢 又到第二年了 媳妇有了身孕 在那个年代 这老张也算是晚婚晚育的了 所以老张自然就像是 供奉祖宗一样 伺候这媳妇 当时在农村 也没什么营养品啊 这老母鸡和这个鸡蛋 那就算是上等的营养品了 老张家这个老母鸡 似乎能够感觉到 家中主人有喜事 所以每天都在 努力地下着蛋 每天老张都会捡到 一个或者两颗的鸡蛋 不过老张最近几天发现呢 这老母鸡好像没有 之前那么努力了 有的时候吧 连着好几天都捡不着鸡蛋 这老张就开始一头雾水了 这什么情况啊 后来啊 这媳妇就说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柴窝座底下 有蛇 或者说耗子什么的东西 把这个鸡蛋给偷吃了呀 就跟老张说了 要不啊 咱做个鸡窝吧 老张听了媳妇的话 真就做了个鸡窝 可是老母鸡呢 她习惯了原来那位置 她找窝 偏偏就不进这个新盖的鸡窝 老张最后也无奈了 没办法 只能是在这老母鸡不在的时候 在那个柴窝座底下啊 放了几个耗子夹子 希望能够杀杀这帮耗子的嚣张气 当然 老张再次来到这个柴窝座下边的时候 却发现呢 这耗子夹子上啊 没有耗子 竟然夹着一只黄皮子 黄皮子这玩意儿啊 在东北农村本身就具有神秘色彩 更何况说了 那个年代的东北农村呢 由于老张本身呢 心地善良 再加上 这黄皮子的神秘色彩 和媳妇怀孕 老张怕给家里边带来什么不祥啊 连生了就给这黄大千道歉 就说 黄大千莫怪 黄大千莫怪啊 说完呢 还把这黄大千拿回了家里边去 背着媳妇 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然后啊 就把这黄大千放在西屋养伤 第二天 老张见到西屋地上散落的布条 可是呢 没发现这黄大千的身影 老张知道 这些黄大千走了 但求他呀 以后可别过来伤害家了 在这之后 每次老张都做好了饭之后 都会拿着一份 放到那个柴虎座的下边 两两天再去看嘛 就发现啊 碗里边的食物没了 但是呢 会多两个鸡蛋 打这起啊 老张莫名其妙的 就跟这个黄大千 保持着一种平衡 或者说是一种 互惠互利吧 老张偶尔也会给黄大千 开炖昏 抓几只老鼠 当然了 并不是老张抠 而是确实没那条件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 老张媳妇的肚子呢 也一天天的变大 十月怀胎 一朝临盆 老张媳妇 给老张生了个大胖小子 当老张抱着儿子的那一刻 就发现啊 一个令老张 开心不起来的地方 为啥呢 因为老张儿子 这个后脑勺子呢 竟然长着一撮黄色的头发 确切点说吧 更像是黄皮子的毛 老张就觉得这事蹊跷啊 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事后老张得了高人指点 说这老张儿子呀 与这黄大仙有些先缘 最后老张的解决方式呢 是让人惊掉下巴了 那就是啊 认了黄大仙 为老张孩子的干爹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其实这故事呢 很短 也没有以往那些啊 做了错事要报仇 做了好事要报完的事 主体呢 可能就是老张和黄皮子 换饭吃这事吧 其实说 认这黄皮子当干爹这事啊 并不奇怪 因为在东北农村啊 有些偏僻的地方 还有认大叔 大江大河的 当干爹干妈的 只能说是 某些特定的时代 造就了某些特定的事吧 好了 这就是黄皮子报恩的故事